华明胜律师事务所12号下午特别针对青少年电子烟滥用成瘾问题举行记者会 华明胜律师表示 电子烟在青少年中泛滥 与青少年的社交圈子和活动有很大的关系 受他人影响青少年往往难以抵挡诱惑 如果不及时发现加以制止 青少年的烟瘾会越来越大越陷越深 华明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Tomas Johnston表示 目前已接到多个代理案子准备向电子烟制造商提出诉讼 这些案子都是青少年吸食电子烟成瘾造成健康危害 他相信目前公开的案子只是盛盖博古青少年使用电子烟问题的冰山一角 据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报告 过去一年当中全美高中生使用电子烟的人数比上年成长78% 中学生的问题同样严重 在前一年中一年在避世的人数比12至17% 的中途和高学生 有近十万领避世的人数比12至17% 在施力上去避世 甚至过五岁 ago 最不及何一世的酒包用在中途和高学生 是避世 Johnston表示 由于很多电子烟的外形设计相当小而讨喜 加上烟油多为水果和清淡口味 非常具有迷惑性 很多家长并未察觉自己的孩子吸食电子烟 往往直到别的家长发现问题才觉醒过来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号称没有危害的电子烟 往往还有成分不低的尼古丁 容易让人上瘾 家长和学校都需严加关注 防范于未然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山嘉宏 洛杉矶报道